看一下这是我这一个星期钓的鱼啊 这些基本上都是活下来的啊 现在转移到那个冷水渔石去 这里面的马口还是蛮多的啊 这个鱼受伤的要喂猫 现在鱼啊放进冷水渔石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可以一直养下去的 朋友们看我身后这是马口池啊 两场暴雨过后啊 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大家可以看一下 和之前 浑浊的水池有明显差别啊现在这水池特别特别干净看到没有 特别清澈比旁边这几个水池还干净 说实话我自己也一脸懵了 这是啥情况 之前想了很多办法都改善不了 几场雨过后就直接变得这么清澈了 把马口先放进去吧 大的马口 然后这条军鱼啊 这军鱼的话我觉得应该就和马口养在一起吧 和马口养在一起算了 这里还有一条西丘 西丘放在这里面 最后的石斑倒进石斑池里面 现在给鱼喂食啊 就是这个大米饭啊 先加点水 这个米饭不管是石斑马口还是多年鱼是特别爱吃的 不过不能丢太多 丢太多就会污染水池的 多年鱼池也丢一点啊 直接过来了 这边的马口池说实话是不需要喂的 因为这个幼虫灯 晚上一直开着看 这个水面上全部都是飞蛾的尸体啊 然后这是室内养殖场啊 草鱼和鲤鱼同样也要喂点东一侧 这边是室内养殖场的水 晚一点把石斑多鱼鱼池的水换一下就可以了啊 今天视频就要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